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这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中国最早开始用的钱币是贝壳 因此有贝字旁的汉字大多与钱有关 比如财 购 饭 货 账 赚 赎 赎 赎等 人类最早的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 比如粮食生产者与盐的生产者 可以互换产品 后来生产力提高了 人们有了剩余的物资 就想更换更多的物品 例如粮食生产者还想要苹果 但是果农却不需要粮食 于是问题来了 一对一交换已经难以满足人的需要 多重交换就产生了 为了让交换更便捷 就要用一个中介物来给商品定价 这个东西就是贝壳 如果一个苹果可以换一斤两十 而一斤两十可以换十克盐 用一个贝壳就可以买到这些等价的东西 贝壳就是商品买卖中最早被使用的金钱 其实贝壳本身并没有使用价值 当然不是万恶之源 后来随着市场的扩张 贝壳逐渐演变成了国家统一制作发行的货币 可以是银子或铜钱 本身也有了价值 人们就不囤积货物而囤积金钱 于是有钱人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没有说财富本身是万恶之根 可见财富本身没有善恶之分 是人的贪财之心产生了恶 小到在买卖中缺金短两 以刺充好 大到卖地沟油 毒奶粉 甚至触犯国法 这些恶都是贪财的人做的 和钱财本身无关 就像杀人者有罪 他用的刀无罪 是一样的道理 保罗不是商人 他为什么会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泰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呢 其实保罗是提摩泰的属灵导师 提摩泰在加拉泰省的路斯德长大 保罗第一次到路斯德时 提摩泰还是个少年 跟着敬前的母亲敬拜神 保罗就用心在陪他 保罗第二次到提摩泰家的时候 带领他成为了传道人 在传道初期生活艰苦 逼迫也很多 常常要面对牢狱之灾 当教会建立起来之后 渐渐有信徒甘心自愿的奉献财物 传道人的生活也才有了改善 教会的发展也有了一些经济基础 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是魔鬼的试探也趁机而来 保罗先说有人以敬前为得利的门路 可见有些外表敬前的人 内心却隐藏着想要得利的动机 又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肆域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这里的网罗是指人诱补鸟类的工具 在里面放了诱饵等鸟自己进入网子被捉住 陈在败坏原文是指人淹死溺斃 这两句都是说钱财是引诱人的陷阱 第十节总结的说 贪财是万额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英文经文是 中国有句老话说知足常乐 现代的心理学家用了两个商术 衡量人的幸福感 分别是感恩商术GQ 跟满足商术CQ 这些都不包含金钱的因素 如果从基督徒的信心看 就是相信神的供应 如诸道文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既然相信神会预备和供应一切 就自然会敬畏神 既感恩又知足 这样人就活得单纯而无忧虑 幸福感很高 就像小孩子虽然不挣钱 只靠父母就知足和快乐 倘若心中充满贪欲 喜欢去争抢 心里自然没有喜乐 甚至这贪恋之心 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财富多本身不是罪 圣经中不少信心伟人 都很富有和成功 像约伯 亚伯拉罕 约瑟等等 他们的共同点是敬畏神 不会为钱财而活 圣经中也有许多例子 说到人因爱财丧命 比如罗德的妻子在逃命时 因为贪恋城中的财富 变成了炎柱 犹大为了钱财出卖了主耶稣 最后自己也走上死路 亚纳尼亚和撒贝拉 私藏金钱 并且欺哄圣灵 也弃绝而死 这些都提醒我们 万不可让发财的欲望 主宰一切 以致走上悖逆神的绝路 早期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 列出了人的七项重罪 其中就包括了贪婪 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 在他1517年所写的 公开批评天主教会的 95条纲论中 指出贪爱钱财 甚至出卖赎罪卷 是严重违背圣经原则的 因为他鼓励犯罪的人 用金钱来买赎自己的嘴 描写金钱与生活的文学作品比较多 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的法国作家 巴尔扎克的小说 高老头 描写一位习财如命的父亲 和他柔顺女儿的一生 金钱可能因为比较俗气 美术作品不是很多 罗德的妻子因为舍不得家中钱财 在逃命中一回头变成了研著 渐渐地点出了这个主题 另外有些漫画用幽默的笔法 唤起人们的反思 比如漫画家Bob Thevers and Tom Thevers 创作的漫画系列 Comic Strip by Artist 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却成为许多人一生迈不过的坎儿 求助帮助我们不求虚空的钱财 只求善用手中的钱财 做天国的事工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 神说人说 我们下次再见